有没有和我一样,特别爱吃猪软骨的,看起来有点像蹄筋,但是吃起来会比蹄筋更加好吃,软糯Q弹有嚼劲,而且一点都不油腻,关键是猪软骨的价格还比肋排便宜很多。 今天我买的是两斤的猪软骨,大致清洗一下后,将它切成小段。 切好以后,我们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,去一下血水,我不建议用开水煮的方式来去血水,那样烧出来的肉质,口感会比较柴。 锅中倒入少许的油,放入一些香料爆香,等到香料全部炒出香味以后,我们就可以下入猪软骨翻炒了。 猪软骨炒至变色以后,倒入屏幕上所有的调料。猪软骨我们要将软骨炖至软烂,所以炖的时间会比较长。 用高压锅模式,需要炖上40到50分钟。 现在,猪软骨已经炖得非常软烂了,收干汤汁的同时,也完全没有粘锅,最后再撒点葱花来增香。 接下来再给儿子烤一只乳鸽。 乳鸽的做法,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,这个需要提前一碗腌制好。 腌制的配方我都打在屏幕上了,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 这台料理机,其实也是一台空气炸锅。 通过这个玻璃窗口,我们要观察一下烘烤的状态。 当看到鸽子的外皮差不多都烤干以后,我们需要在面上刷上一层黄油蜂蜜水,然后继续盖上烘烤盖。 烘烤20分钟,全程温度200度,大概需要烘烤30分钟的样子。 一道非常好吃的脆皮乳鸽就完成了。 妈妈,鸡的鸡肉都是我吃的,我吃饭了。